这次表扬活动有127位仁爱中山区的基优领长 从市长谢国良的手中接过奖牌 这是市政府民政处规划的年度基优领长表扬活动 现场贵宾云集 议员跟领长们一起上台 恭喜获奖的领长 市长谢国良特别感谢大家一起为市政与领理发展 携手努力 让基隆更好 因为现在领长每个月的事务费有比较明显的增加 这也是我选择的证件 但我们就希望这些领长事务费增加 主要就是能够帮得上里长还有帮得上里内 那我们现在就不再以就是做得越久 当作是他的一个基优的评比 而是以做得好不好来做一个评比 领长老领长做得很久 然后任劳任厌 那这个都不嫌还挺嫌的 对不对 所以我应该是他没有错 领长有叫说要帮忙什么我们就出去 我当那个什么志工 在市政府做志工做三十几年 在法院也是做十几年 当领长又当志工 对 他在卫生所也到现在还是在当志工 卫生所也是当三四十年 其中还有这位中山区基优领长 他本身是癌症病患 但是他没有被病魔打倒 反而全心投入服务在地 用乐观的心对抗疾病的考验 刚开始真的是没办法接受 既然已经得到这种病 我们平常也没做什么坏事 那得到这种病我们就想说想开一点 假如说要死的话一下死也没关系 反正房子车子什么都有了 小孩子也蛮乖的 我们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长大了 然后你就全心投入服务 对对投入志工 我已经在好几个志工 骆驼志工救国团 还有我们环保志工 中山区的iColene 很多我当很多的志工 当领长又当志工 对当很多的志工 那这两种身份的快乐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像我们iColene还有环保志工 我们是去打扫的 去把等于说礼琳啊什么那些打扫干净 现场有多位市议员和立委参选人都到场祝福 其实就是修改财政收支划根法 让基隆市的自筹预算 还有基隆市的自有预算的比例可以提高 这件事情是省之 在政见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林姓 都是非常非常辛苦 在辅助我们基隆的所有的里长 都是我们里长的 里长 互相相互合作 造就我们祥和的社会 也帮里内处理了大大小小的事情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